大家好,我是小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前段时间因为我们家园 经济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去掉了两个人 就跟我跟叔叔两个人来干活 但是两个人实在是太忙了 每天事情特别多 你做了饭就没法好好收拾卫生 你收拾了卫生就没办法给狗狗做饭 因为咱们的事情比较多 又想炒的卫生干净 又想狗狗健康 同时还想做饭 根本忙不过来 这件事有狗狗生病 或者狗狗哪里不舒服 我还需要带狗狗 就是去太原那边治疗 我一去太原那边治疗 狗狗连饭都做不成 而且区域也比较大 根本照看不过来 咱们家狗狗比较多 现在区域也比较多 看了这边的区域 另外一边的区域就没人看了 所以实在是忙不过来 最终决定 然后又多了一个人帮忙 还是三个人每天来干活 就是这样的话 做饭就做饭 做饭的时候 两个人一个人来收拾卫生 做完饭之后 我该直播赚钱 还直播赚钱 因为直播的话 对我们家务来说 也是一份必不可少的事情吧 直播的话有点收入嘛 一场直播一天至少 能给我赚一栋饭钱 相对咱们直播一旦停了 就没有什么收入了 只能靠大家的绝症 视频收入现在也流流无几 绝症呢 大家也是能力有限 所以我最终决定 就是还是让二哥留下来帮忙 这是目前为止 家务的一个人缘情况 然后直播呢 大家相信这一段时间都有看 我每天呢会直播两场 就是直播两场 把我们家务狗狗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看看我们狗狗的生活 同时也看看小徐每天在做些什么 一天直播两个多小时 可能这两个多小时 大家会感觉时间很长 但是直播这两个多小时 至少能每天给我赚一栋饭钱 因为现在不没狗粮了嘛 狗粮比较贵 因为每一次狗粮 你需要每次两三万块钱的狗粮 两三万块钱的狗粮 狗粮一个月都吃不了 但是你一次性要拿出两三万 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做饭的话能缓开 做饭我们每天每次菜 每天每一次菜也就是 六百左右 然后米饭提前没有好 所以能缓开很多很多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狗狗吧 谢谢大家 对了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二哥一直留下来帮忙了 因为狗狮的狗狗比较多 也做饭带收拾卫生 带换水加水 根本两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没办法 然后让二哥留下来帮忙了 叔叔的儿子呢就是 如果忙的时候会叫上来帮忙一天 其余的呢 经常常住家里的就是我们三个人 然后二哥的工资降了一天 一开始给二哥开的工资是五千 我跟二哥说了之后 我说今天比较困难 二哥说那没事 因为二哥也没下干嘛 所以工资上面给二哥降了一天 不大靠两个人连做饭带收拾卫生 根本搞不了这么干净 像我们今年连狗粮都没有买 已经喂了两个多月的饭了 两个多月没有喂过任何一粒狗粮 都是给狗粮做饭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干活这个东西的话 人少是真的干不过来 又想省钱又想要环境舒展不行 我跟叔叔说试了三四天 两个人来干 根本忙不过来 更别说如果一旦有狗狗生病了 一旦有狗狗生病 去医院 基地这边更美妇 连做饭都没法做 所以的话还是最终考虑把这个留下了 希望大家也能够就是理解一下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能力请人 但是想要狗狗环境好 那只能再多一个人 扛的白菜 每天马上出去把第二天菜买回来嘛 每天都在做饭 每天都在做饭 咱们的黑狼 David黑狼 库房这边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人少的话根本收拾不出来这么多卫生 叔叔在蒸米饭 把明天的米饭蒸好 早晨起来还是把菜一做 光做菜这几个人忙活 一忙活就忙活到中午了 不算其他的 而且上午基本卫生就不能怎么收拾 因为时间全部用来做饭了嘛 好咱们再去看看那边的狗 直播的话 机场这边的狗大家都能看到 然后咱们看一下重生这边的狗狗 重生贝娜 再看看这边的狗狗 直播的话 大区有的狗机场能看到 像贝娜 贝娜孩子 丁丁孩子 雪山雪西 他们的话就靠录视频来 给大家看吧 因为直播的话 在那个区域流量比较高 每天都能给我们专动饭起 毛亮吧 毛退出来就好看了 这些狗狗 之前的话毛脏兮兮的 因为他的毛没有退出来嘛 现在他的毛退出来了 退出来之后就漂亮了 看这个黑 黑料黑料 吃饭一点好处就是狗狗的毛发发料 黑料黑料的特漂亮 你看重生跟那群小朋友玩的 跟那群小朋友玩的老开心了 重生特别喜欢跟小孩子玩 尤其是小狗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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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吧 楼开了 咱们再看他这边的 小庄宇 看着大耳朵 咖啡 小拉拉 这样咱们狗狗就全出去了 大家都看到了 有些大家记不住我名字的很正常 好 场地狗狗多 然后场地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他压压一大屁都是狗狗 朱立姐说的狼狗 那边呢 我把那只狼狗换到这边区域了 因为在那边老被欺负 今天要给大家看看我们所有的狗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